南韓總統隱席月九號舉行就職 兩週年記者會 對妻子金建熙 收受價值約新臺幣七萬元的 名牌包首度表示歉意 但他表示檢方正在調查 本案不適合再多說 針對妻子金建熙 收受名牌包事件 南韓總統隱席月九號 在就職兩週年記者會上公開道歉 並表示由於檢方調查中 他的言論可能會被誤解 為試圖影響調查 因此避免進一步表示意見 去年網路上出現一段 已隱藏是攝影機 錄下韓裔美籍牧師崔在勇 二零二二年與金建熙會面 並交給他名牌包的過程 金建熙遭控涉嫌不法 成了過去幾個月來 隱席月政府的頭痛問題 隱席月今年二月 接受KBS電視臺專訪時表示 問題出在妻子無法冷酷地拒絕牧師 韓國國會去年底 為調查金建熙及其家人的不法行為 通過任命特別檢察官的法案 但遭隱席月行使否決權 對於反對黨要求特別檢察官 調查金建熙涉嫌炒股 則認為在沒有發現任何嫌疑的狀況下 仍推動制定特檢法 政治意圖明顯 隱席月也就經濟 社會和外交政策等回應記者提問 當被問到美國下一任總統可能會是川普 他表示不適合針對假設性問題回答 但相信韓美同盟的堅定關係不變 另外由於俄烏戰爭 韓俄關係很不舒服 但南韓目標是在經濟或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領域 跟莫斯科合作 至於日本 他承認兩國在共同歷史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 但為兩國後代子孫 有必要展開合作 國內方面低出生率確實嚴重 將成立部門因應解決